哇 看Eason啊 多谢咧 我怕我男朋友看到 你硬了起来没有 哈啰 大家好 我是JZ 欢迎收看Noodle 敢敢问 我们人类活着呢 是有七情六欲的 比如说情感欲 或者是金钱欲等等的 或者是 与你相遇 与你相遇 好幸运 上帝的朋友 如果 右边的朋友 我们呢 左边的朋友 下面的朋友 爱情好幸运 如果今天你可以选择满足 物质欲 或者是幸福欲的话呢 你会选择满足哪一个呢 影片开始之前呢 大家记得点赞订阅 还有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呢 我们影片一出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啦 所以他们到底想要满足哪一个呢 Let's go 你会选择 跟有车有房 可是硬不起来的 还是没车没房 但是功夫一流的 但是有车有房啊 对 有车有房 硬不起来 没车没房功夫一流 没车没房 我会选这个 有车有房 硬不起来的 OK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 因为还有车有房嘛 所以你是物质的女人啊 我没有这样讲啦 你就是幸福不重要 因为硬不起来是可以看医生的 但是医生不会给我 如果还没有 没车没房 医生不会给我 一两车跟一间房 你要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 那我讲 物质比较重要 硬不起来就自己来了 硬不起来就自己来了 自己来比较爽 耐动 nice 你觉得物质在一段感情里面非常重要 想对的时候是比较重要啦 因为你没有钱你就不能过火啊 有钱好 爱你就好嘛 硬不起来不用紧了 对 功夫又一流伏吧 有车有房 你可以去找另外一个嘛 我是这样想啊 因为你有车有房 就是讲有钱了嘛 有钱你 要做什么都可以咯 事先 幸福重要吗 重要 物质比较重要还是幸福比较重要 物质 有钱就可以了 有钱什么都可以 幸福是next 幸福是其次 归根结底就一个字 钱 为什么你会选择 没车没房可是功夫一流 我觉得没车没房没有关系啦 之后再游都有可以了 至于功夫一流就 最重要啦我觉得 因为 车和房我有啊 我要爽就可以了 我要爽就可以了 哇 你单身吗 不是 哎呀 我在想说 可不可以把电话码留给我 我需要有车有房 我功夫可以了 我要爽 今天咯 如果这样的情况 有个功夫一流的人 可是她是秃头 啤酒肚 有口臭 然后她鼻毛伸到很长 你们可以接受吗 对不起 不行 sorry 我个人不行 不能不能 可是她功夫一流喔 呃 因为我比较 可能比较上意外表 如果她的样子我不喜欢的话 这样她就算很给我也没有感觉啦 也是 讲来讲去 还是看脸的女生 哎算了吧 最后最后 可以吗 哪里懂 可能我自己都有车有房 我只需要一个男人 哇 Loni I Mr.Loni 我觉得 有 来 现场 现场把你的自信秀给我们 看为什么有车有房的人会看上你 来 现在吗 不敢什么时候 好嘞 脱发 欲梦历盖的 毛对与错的啦 只要开心找好的啦 所以 爽了吗 开心了吗 如果你需要 access我们的话呢 我们就会 又爽 又开心 好嘞 脱发 see you later bye bye 够了啦 没有了 人家有做这种东西 然后给人家笑 又不红喔 又没有人看喔 这种东西又没有人看喔